红声后 弟弟对掉了我和他的房卡 他颤抖着双手 声音兴奋 哥哥 你已经当过一辈子柳家坠雪了 这颇天的富贵 也该轮到我了 一夜风流 再出来时 弟弟笑得堵定 上辈子 你也是像这样一次中调 富贫子贵的吧 望着房中女人的肚子 我也笑了 嗨 我的超雄综合真儿 不 小侄子 前世 每逢过年过节 弟弟都会和我抱怨他的不幸婚姻 萧逊儿真是蠢死了 在家里连洗衣服做饭都不会 没用透了 每天就知道在外面为了三四千块钱打拼 一点女人味都没有 还是嫂子好 上的厅堂 入得厨房 又富贵多金 哥 你今天穿的这套西装是迪奥家的最新款了 太好看了 见他要来拉我的衣袖 我忙制止了他 却被弟弟没好气的埋怨 摸两下又不会摸坏 真小气 你也就是运气好 住个酒店还能拿错房卡 和柳氏集团的女总裁滚在一起 如果当时是我进了那个房间 我当时只顾着遮掩华服之下的累累伤痕 完全没注意到弟弟嫉妒的眼神 柳氏集团的女总裁 我弟妻子 柳如烟 似乎是察觉到我在议论他 他转头冲我微微一笑 温柔无比 所有人都在夸他是贤妻良母 夸我命好 其中以我弟弟的声音最为大声 刺耳 可我却是狠狠一个机灵 没有人知道柳如烟他有病 是个疯子 猎带狂 我快被他折磨死了 可出乎意料的是 最终 我没死在柳如烟手里 反而是死在了我的亲弟弟 几伯熙手里 因为他常年的稀勿与嘲讽 萧雪儿出墙了 离婚那天 纪伯熙没有报复出墙的妻子 和他之三当三的情人 却拿着一把刀 冲进了我的家里 几伯打 你不过是运气好 婚结的好罢了 现在我被萧雪儿绿了 你该更得意了吧 我的人生已经毁了 你也别想好过 说着 他把刀扎进了我的大动脉 而我因为前一天晚上 刚被柳如烟锁在马桶旁边锁移 没力气反抗 还没来得及喊出 其实你嫂子比萧雪儿还不如 是个恶魔 便咽了气 哈哈哈哈哈哈 耳边再一次传来 几伯熙癫狂的笑声 我猛地睁开眼 冰死前 几伯熙那张 极度到扭曲的脸 和他如今这张 兴奋到扭曲的脸 重合在一起 我顿时反应过来 我和几伯熙 一起重生了 妈 我要住这个房间 几伯熙动作很快 带了几分急迫 似乎是生怕我和他争抢 从我妈手里拿走了 本来是给我订的酒店房间 瞇了瞇一眼 我推测 现在应该是我们一家四口 出来旅游 我第一次遇到柳如烟的时候吧 你也就是运气好 住个酒店还能拿错房卡 和柳氏集团的女总裁 滚在一起 如果当时是我进了那个房间 前世纪薄熙的话 回响在我耳边 我看着他星红的双眸 与愿望成真厚 窃喜到有些变调的嗓音 轻轻勾起了唇角 可以哦 我点点头 随后便任凭 几伯熙对掉了我和他的房卡 撵着房卡 在对应的房门口站顶 几伯熙压低了声音 眼底多少有些疯狂 哥哥 你已经当过一辈子柳家坠血了 这破天的富贵 也该轮到我了 你放心 等我和嫂子 不 刘总结了婚 我会赏你几万块钱 当做上辈子杀了你的补偿了 说着他迫不及待地推开房门 迎接崭新的人生 我正求之不得 几伯熙想换走我的人生 正好 我也不想再走上辈子的老路 目光死死盯着已经合上的门 我似乎可以透过门 看到里面那个人面兽心的女人 以及几伯熙 不得善终的惊声 凝视片刻后 我脚步轻盈 哼着歌离曲 这破天的屎盆子 终于不用扣到我的头上了 这一夜 我睡了两辈子以来 第一个安稳觉 不会再有一时兴起 喊人将我拖到地上暴揍一顿的女人 也没有人会再从身体核心理上 对我进行双重攻击 拉开窗帘的时候 阳光正好 与我不同的是 几伯熙正经历了一夜风流 在从内间房里出来的时候 他脸上满满都是燕族的笑语 再又见到我时 那几分燕族便全都化为了笃定 哥哥 上辈子 你也是像这样一次中标 富贫子贵的吧 边说他边往房里看 我很快就可以娶你而待着了 还没来得及恭喜他 我们的爸妈 还有柳如烟 恰巧都出来了 再见到几伯熙房内 走出来一个女人时 我爸妈抱怒 你是谁 为什么会在我儿子的房间里 你居然勾引他 说着我妈就要冲上前去 山柳如烟的脸 一股恶心的感觉油然而生 同样是遭遇了这种事 上辈子 我可没这么好的待遇 他 上辈子 我妈也挥了一巴掌 只不过 那个巴掌是落在我脸上的 畜生 刚成年就色胆包天 技嘉的脸都要被你给丢进了 我一直知道 我的爸妈更天爱弟弟 可如果没有重生这一遭 我竟不知 他们的偏心 会这样的明目张胆 他们用流氓 强迫犯这些词 来形容误打误撞的我 却把经历了相同的事的弟弟 搂在怀里 男子汉 男子汉的夸 我的目光一寸寸 从在场所有人脸上扫尸而过 这一次 我要他们所有人 嫉妒我 想夺走我的一切的几博熙 生了我却不爱我的父母 灭盖我的柳如烟 统统生不如死 妈 和这位小姐没关系 她也是被人下了药 才和我那样的 绝对不是什么勾引 我们都是受害者 不应该再互相指责和伤害 几博熙一副通情达理的模样 似乎是想走绅士路线 让柳如烟对她刮目相看 紧接着 她又给了我爸妈一记警告的眼神 她怎么会允许不知内情的父母 破坏她抢走我富贵人生的计划 多年的母子默契 让我妈没有再闹 反而换了口风 开始问柳如烟要个说法 可柳如烟却并没有像前世那般 在和我发生关系后 当场就表示 要和我结婚 让我对她负责 反而只是轻描淡写道 一百万 够了吗 神 什么 几博熙直接傻在原地 不可置信地瞪大了双眼 我妈却再也忍不住 护在心里让她彻底失去了理智 赤红这一双眼咒骂柳如烟 你都被我儿子睡过了 不嫁给他还能嫁给谁 居然还想用钱来摆平 信求 你把我儿子当鸭吗 柳如烟直接冷笑出声 一夜情 还要牵扯到婚姻 你们清朝人果然活得长 如果不是场合不对 我简直快要笑出声 两辈子以来 我头一回从柳如烟嘴里听到顺儿的话 开了支票后 柳如烟头也不回地走了 只剩下几博熙还强忍着委屈 拳头捏得紧紧的 他向来是爸妈的心头宝 这副模样更是招我爸妈心疼 一家三口恨不能问候柳如烟全家 而我则向着局外人 格格不入 上辈子我也曾问过我妈 同样是儿子 为什么他对几博熙比对我好 你是哥哥 为什么从小到大都要和弟弟争强 博熙比你小 比你更需要父母的帮助 不是很正常吗 再说几博大 你闻心自问 薄熙他活泼贴心 而你呢 成天阴沉着脸 跟家里欠你钱似的 虽然说手心手背都是肉 我更喜欢黏我的儿子也不可以吗 难道做了妈妈就不能有自己的喜好了吗 他是这样说的 也是这样做的 所以此时他一而再再而三向几博熙保证 一定会为他讨回公道 绝不让他白受这窝囊情 几博熙也事事表示 自己大约是对柳如烟一见钟情了 结婚也不是不行的 一见钟情 是见前眼开吧 人想找死 果然谁都拦不住 或许是我嘲讽的目光太过刺眼 打发走爸妈 几博熙一把将我拉进他房中 不再有半分委屈的神情 他恶狠狠地盯着我 质问我 几博打 是不是你搞的鬼 我却表示很无辜 大家都是刚重生 我有没有和柳如烟接触过 你不知道吗 几博熙一想也对 便又继续威胁我道 几博打 这辈子你已经失了先机 就别有不该有的心思了 否则 我能杀你一次 也能杀你第二次 即便你和爸妈告状也没用 谁会相信我们是重生的 就算相信 他们这么疼我 也不可能站在你这边 几博熙心心念念的人柳如烟 是个变态 他最大的爱好是训狗 我就是他一直驯服不了的狗 所以他在我身上花的时间最多 对我最痴迷 这些我一早就知道 之所以前世一夜荒唐后 他能立马提出和我结婚 正是因为那一夜 我敌死反抗 他费了好大的劲 才让我勉强气反应 吸引他的不是我的容貌 而是我的房子 以及只有我才能带给他的征服感 扫尸了一圈几博熙房内的一片狼藉 我厌恶的皱起眉 昨晚他一定很配合吧 配合到完全激不起柳如烟的挑战欲 无法满足他变态的嗜好 双臂还凶 我冷漠开口 就算我不和你抢如烟 你也得不到他吧 他看上去对你可是毫无兴趣的 重生了又怎么样 他还是只喜欢我 不喜欢你 在我的刺激下 几博熙阴沉着脸沉默扮上 眼珠子转了又转 似乎是在想应对之策 终于 他倾笑出声 是啊 他喜欢的是你 那个故作清高 欲擒故纵的你 哥哥 谢谢你 眼醒我 看着几博熙胜券在握的模样 我满意地点点头 嗯 有点脑子 但是不多 至于柳如烟 他也是个蠢的 居然还真就被模仿着我的几博熙勾引到手 他到底是有多爱前世的那个我呀 而我的父母也爱无极无 开始接纳这个有钱又体面的转而行 并把初次见面时的口角之争 演示城市误会一场 一个月后 和上辈子一样 柳如烟开始孕土 我还记得那时候 柳如烟确诊怀孕时 我爸妈当着所有医护人员的面狠狠给了我一巴掌 他们骂我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 让女孩子未婚先孕 骂我拖累了弟弟的名声 有你这样的哥哥 以后你弟弟怎么找对象 还不得被人戳穿几两股 你自己卧槽 为什么非要拖累全家 那之后 他们没有给我凑一份彩礼 甚至连婚礼都没办 就被我爸妈塞给了柳家荡上门女婿 和柳如烟领了证 薄熙 别跑 小心台阶 正回忆着 我妈和纪薄熙从医院回来了 二人一起坐下后 她转头变出我好 纪薄达 你长两眼睛是出气用的 你弟弟在外面奔波了一天 不知道给他倒杯水吗 对了 面目猙獰 这才是我的妈妈吗 可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心里却还是有一块隐秘的角落 有着些许莫名的期待 所以我开口问 纪薄熙让女孩子未婚先孕 你们不嫌弃他吗 我妈却毫不在乎 你可别瞎胡周 你弟弟和你弟妹那是情到龙始 情不自禁 什么未婚先孕 难不难听 只是先有孩子后走流程而已 都一个样 说着她似乎想起了什么 匆匆拿过手机 开始给柳如烟的父母打电话 孩子都有了 结婚事宜也该商量起来了 出乎意料的 向来对结婚 这是抱以回避态度的柳家 在柳如烟确诊怀孕后 却一口答应了下来 余光瞥见那对母子的笑颜 我心中快意无比 笑吧 很快你们就笑不出来了 为了防止月份大的想怀 招来风言风语 我爸妈迅速敲定了 几博西和柳如烟的婚事 动用手上所有的资源 订酒店 订婚服 他们发誓 一定要给儿子一个风光的婚礼 就在所有人都忙着备婚的时候 我已在住在家里 弟妹不方便过来为由 搬出了家 前世是我刚毕业就结婚生子 给柳家做上门女婿 错失了太多机遇 这一次 有人全面接盘了我的恶语 那便让我去做自己想做的工作 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婚礼那天 作为亲哥哥 我自然也去了 望着眼前这一世 我不曾穿上过的华丽西装 以及一桌子一看 就很贵的山珍海味 我的心中毫无波澜 来敬酒时 几博西特地拉着我上演兄弟情深 在我耳边悄悄说着 只有我们两个人才听得见的小话 几博大 你可真蠢 这么有钱的女人都不牢牢把握住 这么轻易就被我抢走了 谢谢你了 大别墅住着很舒服 劳斯莱斯也比地铁好做 不过很可惜 你这辈子 注定是一条穷命啊 对于她的嘲讽 我照单全收 并落落大方地饮下杯子里的酒 捡垃圾的最爱抢垃圾 恭喜弟弟 你和弟妹简直是天造地设 很安 嘿 一样的贱 几博西显然没听出我的言外之意 继续像只花孔雀一样 挨拙炫耀她的绝美爱情去了 婚后 几博西如愿以偿地过上了 她期待了两辈子的豪门生活 穿上价值百万的西服 带上限量款的万表 美丽的刑具 她置办了一套又一套 除此之外 她最常做的事 当然是来我面前炫耀 炫耀在抢占了我的人生后 她有多幸福 顺便欣赏下我从锦绣荣华里 跌落云端的狼狈 在得知我天天加班 月薪才勉强破万的时候 她的这种炫耀心里 简直到达了顶峰 几博答 上辈子我和你抱怨 小学那个没用的东西的时候 你虽然口口声声 劝我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人该知足常乐 心里其实是瞧不起我的吧 你过得那么好 吃喝用度全是顶级 早就忘记了穷人是怎么活的吧 既然你心态这么好 那这辈子 你就好好享受996了 放下手中的咖啡 我眯起眼睛 打量着如今的几博西 人靠衣装马靠岸 今时今日的几博西 还真比上辈子的她义气风发 好弟弟 你手上这块是百达斐力吗 好表 没听出我的言外之意 几博西反而以为我在夸她 抚摸着表拍 骄傲之色尽险 看 我就说重生不能长智商 见她的动物 回想起上辈子 陪着柳如烟 做完羊水穿伺候 医生和我说的话 我笑得阴险 听说纪博西脱关系 查过孩子的性别 是个男孩 男孩好了 才能完美继承我们家的记忆 前脚纪博西刚找完我 第二天的招标会上 我就遇上了那个重生以来 我一直在躲避的人柳如烟 我一颗心猛的一跳 虽然这辈子是纪博西 和她发生的关系结了婚 但她这种人 可没有什么伦理刚常的约束 如果被她缠上 保不准她会再次 冲我伸出魔爪 因此我一直装温顺 半绵羊 把自己的存在感降到最低 可我万万没想到 就在我自信又从容地 向全场人员 讲述我们公司的方案时 柳如烟 她也在场下 我满以为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可以放松一下了 却被她堵在停车场 无人的角落处 女人柔软的身躯 充满暗示的贴在我身上 将我推到墙角与她之间时 我连呼吸都是一致 前世被眼前这个女人 喊来保镖抽打 虐待的画面 一一浮现在脑海中 曾经 她一打我我就报警 为了让我听话 她会用狗链子把我拴起来 把饭菜放在地上 让我匍匐着吃 我一开始剧烈挣扎 她则是饶有兴致地观察着我 从我的反抗中汲取快感 三天过去 我饿晕在饭桌旁 也没有丢掉我的尊严 也是那一次 让柳如烟 柳如烟对征服我的执念 达到最大 她时常会做些寻常人 根本无法忍受的事 不给我穿衣服 不允许我出门 逼我跪着承受她的虐待 人前她是闲静优雅 温柔体贴的好好妻子 人后 她将我折磨到体无完肤 我对柳如烟的恐惧 几乎是刻在骨子里的 察觉到我的颤抖 柳如烟谋中的兴趣更胜了 哥哥 怕我 做了许久心理建设 我才终于找回自己的声音 与自己小绵羊的状态 我知道 柳如烟最不喜欢 没有个性的木头人 所以我半点不敢挣扎 停车场太冷了 弟妹你怎么在这里啊 薄熙也在吗 说着我便想 借着找弟弟的由头摆脱她 却被她一把拽住了手腕 她低下头 在我的手腕处 轻轻闻了一下 哥哥似乎 和平时见到的不一样 在看清她金丝近况下 那双幽深又充满探究的眼眸时 我的心狠狠往下一沉 完了 千房万房 还是逃不过 难道重来一世 我依旧逃不开 被柳如烟看上的宿命吗 她究竟喜欢我什么 为什么我改了也还是没用 眼中闪过一抹利色 我直接用了点力 挣脱了柳如烟的掌头 如果逃避没有用 那就正面交锋 厌恶地擦了擦 被柳如烟碰过的地方 我语气里是藏也藏不住的笔 怀着运还有这些花花心思 弟妹就不怕我告诉薄熙吗 柳如烟却顺顺势靠在墙上 瘫了瘫手 嗯 哥哥自便 无耻 不想再和这种人多说一句话 我转身就走 柳如烟却在我身后再次开口 哥哥这么迷人 我当初怎么没注意到呢 我有预感 哥哥 是属于我的 有了这一出 我更加紧锣密鼓地准备对付柳家 多亏了钱是我实在活的窝囊 柳如烟从未将我放在眼里过 她书房的机密 她打业务电话 几乎从来没有避开过我 闭上眼睛将所有细节全部都回忆了一遍 在睁开眼时 我已经有了一个完善的计划 虽然我没有真的把柳如烟纠缠缠我的事告诉几博熙 但她还是知道 被我妈的夺命连环靠脚回去的时候 刚打开门 我正听见几博熙气愤委屈的声音 她惯会恶人先告状 博取爸妈的同情 妈 有人骚扰如烟 她老婆又出墙了 我诧异地看了眼几博熙 怎么谁跟她在一起谁出墙了 直到几博熙拿出一张照片 我才收回了奚落的心思 那是那天在停车场 柳如烟拦住我的照片 不知道是被谁偷拍的 幸好因为角度和位置的原因 我被墙角挡得死死 完全没露脸 几博打 你们公司也在这场招标会 你知道那个臭流氓是谁吗 几博熙话虽然是这么问的 可她的眼神却无疑是在问我是不是你 不得不说 她的直觉真准 可我却不能承认 弟妹的身家和样貌 有的是人前仆后继 我怎么知道这次是哪个 听了我的话 几博熙果然以为上辈子我也和她一样 遭遇过柳如烟被别人追求的事 恨恨地攥紧了手心 我妈则是不停替她骂人 骚扰人家老婆 小心全家死光光 这个臭流氓是爸妈死得走 没人叫吗 一看就是紫城副业 我看她爸肯定也是个臭流氓 这就叫家学渊源 好可怕 我妈她不停地骂我爸 什么难听骂我爸什么 等她终于骂够了 几博熙才恶狠狠开口 跟号三又怎么样 我都成功让如烟怀上孩子了 只要如烟的父母依旧看中这个孩子 他们就动摇不了我的地位 所有想破坏我家庭的人 我一定都不会放过 边说她边阴毒地盯着我 这话说得意有所指 很好 我们两个隔着两辈子恩怨 可我的一条命 她不想放过我 我也不想放过她 对 修理他们 不过宝贝儿子 你也别太生气 气大伤身 妈 我今天回来也不光是为了跟号三 还有另外一件更重要的事 更重要的事 狐一地打量了一番几博熙 最终 我的目光落在她的下三路 我不欺然 几博熙从包里拿出一份报告 微微坐直了身子扫了那份报告一眼 我恍然 紧接着心中狂喜 超熊综合征 我爸妈听后两脸猛逼 什么熊 几博熙又是懊恼 又是担忧地向他们解释了半天 他们才终于明白 这是种什么病 你的意思是 这个孩子多了一条腕 腕什么 腕染色体 一般正常男性的染色体是F腕 女性是某某 这个孩子他不一样 那这不就是男子汉中的男子汉吗 伯熙 你应该高兴啊 听我爸妈还是一只半姐的模样 几博熙简直气了个半死 我高兴得起来骂我 你们两个文盲到底知不知道 超熊综合征的危害 我查了下资料 这个孩子就是个天生坏主 以后很有可能是反社会人格 会杀光全家的 就连医生都让我和如烟考虑 要不要留着他 被这么一科普 我爸妈显然也吓了一条 那还是打了吧 孙子再重要 也没有儿子重要啊 万一这个孩子长大了伤害你呢 孩子以后可以再要 反正是别人生 妈只要我的薄熙平平安安 快快乐乐 说得轻巧 知道为什么柳家这么急着 把柳如烟嫁给我 他根本就不想要孩子 是个丁克主义 要不是我魅力打 这一台他都是不想要的 我妈文言微论 随后握着几伯熙的手 唉声叹气 又是这副母子情深的样子 我攥紧了手心 垂下眼眸 怕眼中的厌恶藏不住 前世 我和柳如烟的孩子 也是超熊综合征 那是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 惊慌之下 回家找父母商量 可当时我爸妈是怎么说的 什么超熊不超熊 从来没听说过 那可是你自己的孩子 你的亲生骨肉 想把他打掉 你还是个人吗 你叔堵狗肚子里去了 医生随便说点什么你都行 没了这个孩子 要是柳家不要你了 我们可不给你找第二个老婆 老师点哄着如烟把孩子生下来 别惹他生气 你不想当父亲 我们还想当爷爷奶奶呢 我当时只以为他们是固执 是无知 原来 只是没有心了 或许正是因为作恶太多 老天才看不过去吧 让我重生 又让我 你赢了 因为前世医生说过 孩子的检查结果有些问题 比寻常人多了一条弯染色体 请先生 你的父亲是不是脾气不太好 这和我的父亲有什么关系 不过我爸确实脾气很差 早年经常家暴 如果不是我妈能忍 换其他女的早跑了 医生了然地点了点头 岂有可能孩子隔代遗传了 我本以为出了这样的意外 柳如烟一定会把孩子打掉 可我万万没想到 在得知这个孩子 会和他一样有虐待倾向时 他竟然直接兴奋了起来 颇有一种 找到同类的意味 在他的坚持下 孩子还是被生了下来 只是后来这个孩子 被我教养得很好 没出什么问题 他还颇有些失望了 而这一次 万幸 我赌对了 望着臂超单 我终于露出重生以来 第一个真诚的微笑 嗨 我的超雄综合症 不 小侄子 哥 这方面你比较有经验 你说该不该打掉这个孩子 见我半天没说话 只是看戏 几伯熙终于忍不住向我发问了 我很是无辜 我怎么知道 我又没养过孩子 我连对象都没有 这一次 就连我爸妈都站在我这边 就是啊 薄熙 你是不是急糊涂了 这种事你哥怎么会知道 他知道 他是重 话到嘴边 几伯熙又住了嘴 转而将爸妈支开后 私下里问我 几伯答 你少跟我装糊涂 你上辈子的孩子 不也有这种病吗 你怎么会不知道 你几伯熙的恶毒性子 我要是真开口了 往后不管这个孩子 有没有问题 他都得赖我身上 例如上辈子 我劝他少抱怨萧薛 多想想萧薛的好 我是否是一枪真心 他从来不在乎 他永远怀着恶意揣测我 觉得我和他一样 见不得人好 所以 我只是模棱两可的和他说 嗯 是啊 可我有轻叠滤镜啊 再说 上辈子你不也见过 你的小侄子吗 几伯熙恍然大悟 如同下定了决心一般 对 我见过了 那孩子看起来 和其他孩子也没什么区域 医生也说了 只要好好教导 孩子不会有事的 我不能失去这个孩子 失去如烟 我不能 借口公私有事 我起身到此了 却在回去的路上放声大响 先不说概率问题 就说好好教导 前世我的孩子 没事可能是因为我死得早 病争还没显露出来 亦或者是我有悉心教导 引导他该如何控制情绪 可这回 这个超熊宝宝的父亲 是能下手杀死清歌的几伯熙啊 一个阴险歹毒的父亲 和一个阴晴不定的母亲 共同抚养一个超熊综合征的孩子 王诈 几伯熙和柳家商量后 最终还是没有让柳如烟打掉孩子 孩子出生的时候 他还发朋友圈炫耀 母子平安 老婆 从此这世上又多了个疼你的人 他以为他可以过上一家三口 幸福美满的月子 可我却知道 一语成衬 只是此疼非彼疼而已 他们真正的噩梦啊 要开始了 果然 刚出月子 几伯熙就挨了一顿打 没错 柳如烟迟迟迟不动手 不过是碍于怀着孩子 不方便罢了 可不是因为什么爱情 孩子出生后 他终于没有了顾忌 本性完全暴露 可几伯熙到底比我幸运 见到儿子身上的伤痕 我爸妈气到不行 气势汹汹去给儿子撑腰 柳家人却没有了之前的和颜月色 让他给如烟洗个内裤上的恶露 他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 亲家 你不妨去别家打听打听 看谁家做丈夫的这么不体贴 又不用他生孩子 我女儿把罪全受了 让他照顾下都不行 怎么 想无负担当爹啊 被这样一言 我爸妈愈发生气 甚至以离婚做要挟 本想以退为进 可以啊 孩子是我们老柳家的血脉 儿子你们领回去 凭我女儿的样貌和家事 你儿子不识抬举 有的是人愿意入坠 横竖拿他们没有办法 急怒攻心 我妈当场晕了过去 人被拉到医院做了急救后 便已经成了半鞭瘫 可我和几伯熙守在床边的时候 她却没什么闲心顾及她老母亲的性命 反而失魂落魄地问我 几伯答 我记得上辈子 她也打过你吧 你为什么没离婚 是啊 柳如烟也打过我呀 我为什么没离婚呢 回忆了一下我妈当时和我说的话 我把这些话 又一一转述给几伯熙听 离了婚不就成二手祸 以后你只能找离一代两妈的大妈 你一个大男人让老婆打成这样 你丢不丢脸 柳如烟有钱有盐 能和他结婚你做梦都该孝心 一定是你哪里做得不好 不然他这么好的人 怎么会突然发脾气 再说了 如烟这么瘦弱 能有多大的力气 怕不是小泉泉捶你胸口 几伯熙 我可没有骗你 这都是你妈的原话 从你生出互换人生的念头那一刻起 你就已经没有退路了 像你这种送上门的猎物 故意伤害 可以转化为家庭矛盾的婚姻关系 柳如烟怎么可能会放过 为什么上辈子我没有离婚 因为根本离不掉啊 几伯熙没在医院待多久 便回了柳家 只剩我一个人在医院守着 倒也不是我多么有孝心 而是医生说我妈只要好好复健 还有恢复的可能 这怎么行 所以在她醒后 我一直叙叙叨叨 和她说着母子之间的贴心话 妈 你知道你的宝贝儿子 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吗 我将上辈子 我受到的虐待一一讲给她听 只不过在她的认知里 受到这样苦难的人 是她的几波熙 我看着她心痛不已 激动不已 如果她上辈子也这样心痛我 该多好啊 眼睛突然发酸发色 有什么东西从里面流了出来 我扯着沙哑的嗓子 继续说道 你知道她为什么 会过得这样惨吗 我一早就知道 柳如烟是个什么样的人 也一早就知道 当初酒店的房间里 住的是她 可是啊 房间 是你的小儿子非要换的 婚 是你的小儿子非要结的 孩子 也是你的小儿子 我越说越兴奋 我妈也是 她躺在床上不停地挣扎 像搁浅在岸边 喝水的鱼 终于 她不动了 收拾了一下情绪 我才患上一副焦急的面孔 带着流了满面的眼泪 慌张地跑了出去 医生 我妈她又昏过去了 这一次 我妈再也没机会恢复了 注定要在床上度过她的晚年了 没有了父母的守护 吉伯熙比我上辈子过得还要惨 或许是因为尚存一丝 带着猎奇的爱 柳如烟对我 并没有对吉伯熙狠 可我却满不在乎 只是着手攻击柳氏的漏洞 抢走柳氏的声音 再一次见到柳如烟 是在一年后 见对吉人是我 她勤着一丝笑 不紧不慢地冲我走来 好久不见 哥哥 我也对着她笑 在没有刚重生时 面对她的距影 我来得比较早 此时周围还没有其他人 柳如烟便无所顾忌地和我聊着天 哥哥和薄熙 关系不好吧 我歪头看她 不吭声 她也不在意我有没有计划 只是自顾自地说 薄熙顽皮 从小到大 抢了你不少东西吧 一个游戏机 一个篮球 新的衣服 父母的爱 还有一张房卡 我才知道 原来当初该和我春宵一度的 是哥哥呀 她抢走了哥哥那么多东西 该怎么惩罚她呢 打断手脚好不好 如果是刚重生时 听到柳如烟这话 我一定会害怕 是个人都会害怕权势 害怕资本 害怕曾经折磨过自己的人或是无可 今非昔离 在她沉溺于虐待雨发泄的时候 我早已排兵固阵 吃掉了她的大半底牌 见我依旧不为所动 她凑得更近了 点起脚尖 呼吸几乎都要喷到我的颈面 只要哥哥愿意 我也是可以帮你纠正这个错误的 我会和她离婚 和哥哥在一起 这样哥哥就不用这么辛苦打拼事业了 柳氏集团 我拱手奉上 如何 还没等我说话 我的同事变来了 谭总 您到得这么早啊 呦 柳总也到了 给您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谭总 这次的合作主要由谭总拍板 什么 还做数吗 看着柳如烟愣愣在原地的模样 我吃笑 一心给女儿找坠续的家庭 果然没有好好培养她 只把她当个花瓶 而我之所以上辈子会被这种人困住 也不过是时运不济 刚毕业就被连哄带骗跳入了婚姻里 又无人愿意拉我一把爸 但凡有其他选择呀 又往下压了几个点 签下合同后 弹算着这一笔业绩奖金 我笑得狂辈 跳出婚姻的怪圈 我也有无限可能 接下来的两年内 柳如烟在生意场上被我一再打压 她在我这受了气 便回去把这些气筒筒撒到几博西身上 期间我也曾见过几博西一年 一只眼睛瞎了 一条腿裹了 精神状态也崩溃了 颇有些要疯的架势 可惜嗓子还没哑 还会冲着我狗叫 几博答 为什么 我明明和你交换了人生 为什么你还是过得比我好 你的老婆为什么是这样的 为什么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换回来 我要跟你换回来 你去做那个该死的柳家坠许 换我来做吉总 拍了拍她粗利的脸 我语气温和 是你自己抢过去的呀 傻弟弟 还有 晾了晾公牌 我指了指上面的字 该改口叫记懂吗 再一次听到几博西的消息 便是她的死讯 听说她是因为教育孩子不当 被柳如烟海人尸手打死 那个孩子或许是因为 自身携带的基因疾病 又或许是因为家庭教育问题 年仅三岁 就因很毒辣 几博西那只眼睛 就是被她用叉子插下的 她还故意把她奶奶推下楼梯 给她爷爷和游七 确实像得天生的恶魔 意识到儿子已经无可救药后 柳如烟却没有任何的反省 反而责怪丈夫 都是因为你没用 记忆那么差 如果是几博答 和她的孩子一定不会这样 至于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些 自然是从法制节目里看到的 屏幕里的柳如烟终于不再伪装 撕下那层人皮 像个野兽般大吼大叫 将手铐 脚铐晃得叮当直响 节目的最后 主持人还为大家科普了 超雄综合征的危害 呼吁大家忧胜忧郁 收购柳氏的那天 我坐在柳如烟曾经坐过的办公椅上 那是大厦顶层 可以鸟看整个城市 几博熙渴望了两辈子的东西 如今终于真正被我攥在了手里 她终究不明白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人也会在楼上看 半山腰太紧了 最好去山顶看看